为到开发社区第十三品和白粉济港的图案机灵 合并完毕社区特别来开办到烘焙客 过来结合到社区的关怀基点 邀请专业的烘焙老师 带到社区的济港和中备 做回党手来做这个减党 减育的健康往来说 合并完毕社区 为到开发社区第十三品和白粉济港的机灵 特别开始烘焙课程 邀请专业的老师来教大家做拼刮、米包 为了他们家在买高的中处 老师也特别安排在做烘焙锁这款应景的隔片 要大一点要操作 在这关怀基点 在当中备 让他动作脑筋 让他学习的空间 还有那个社区的助攻 我们的新生荣宅 让政府赶导三天 让我们有机会 让老人做一个活动 因为中秋节即将到了 凤梨酥是最代表我们台湾特色的甜点 大家对这个凤梨酥都非常的喜欢 我特别设定了低糖低油 比较健康的凤梨酥 让这些长青族吃的比较健康 他们的参与性非常的高 这次他们都很期待上这个课程 然后都积极的参加 课程可以让他们的手脑都得以锻炼 并且有一种参与感、成就感 然后这个烘焙班的志工呢 对我们这次社区的烘焙课 性质非常的高 期待我们下期还要持续下去 然后把志工培养成 有一技之长的烘焙专厂的特厂 然后推广新的产品 把它变成我们原味里的特区产业 为了让社区中部的邀层屋 这次的烘焙课程 与关怀既定结合 鼓励中部的道具来做网纳酥 还有孙女因为对烘焙有因素 曾经带到阿嬷来社区上课 本身对烘焙很有兴趣 然后知道今天阿嬷要来社区上课 要做凤梨书 然后特地跟阿嬷一起来这边上课 跟她一起学习 但像新的理事长这次 为了推动社区英雄发展 采出自己的知识 三片是很重要 真的很感谢刘静老师 万一来替大家上课 更能打着美好的社区生活 多中华新闻也很无 何必彩虹报道